台北市松山区的饶河夜市 在晚间7点18分发生了大停电了 整条街可以看到瞬间一片黑 就在晚餐时间 民众一度只能摸黑用餐了 还有不少人是靠着手机 手电筒的光线继续逛街 台电则表示了是因为线路设备跳脱 造成了八的路四段 饶河街一带一共有550户停电 甚至连路上的红绿灯都失效 还好经过抢修 已经在晚间的8点26分 全数复电了